跑车界中,法拉利可是出了名的傲娇,像什么旗舰超跑,你有钱也不卖给你,除非你符合他们的一系列标准,要不然真的不卖给你。 但法拉利从来也没让大家失望过,但如果有人拿旗舰超跑去比赛,就算是布加迪来了也不分上下,但谁知道却输给了一个无名超跑,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。 视频中的这位老外有幸符合所有买旗舰超跑标准,于是就买了辆拉法,喜欢跑车的都知道,拉法是法拉林旗下最新最贵的旗舰超跑,而且全球限量499台。 百公里加速不到3秒,这款车子诞生以来,价格就是一路飙升,现在的售价至少5000万,那这次拉法的对手是谁呢? 这款车名叫Remake Conceptual 1,虽然是款无名炮车,但却让拉法丢人了。 这比赛刚一开始,拉法就没占到任何的便宜,被这款炮车远远的甩在身后了,简直就是吊打啊。 究竟这款车是何方神圣呢? 经过小编一插阅,这车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家中国控股的汽车制造厂商,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投资造的,据说这款车售价仅600万,比性能的话绝对碾压法拉利, 但却输在了价格上,拉法都能买它好几辆了,但是拉法输给了它,是不是有点惨啊? 大家觉得呢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